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90天期限即将到期 没有证据的美国情报部门只能开始下编小说 中美围绕病毒溯源的大决战 进入刺刀剑红的亮剑阶段 美国政治的一大顽疾就是两党死扎内斗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几乎在所有议题上都有分歧和斗争 许多方面更是你死我活的利益斗争 要说两党唯一的利益共同点 或者说唯一的团结就是反华议题 两党的差别就在于强硬反华与更强硬反华的轮流升级 今年5月90天内拿出武汉实验室 许是新冠起源证据 还只是拜登政府的行政命令 可是到了8月初 美国参议院两党的领袖连属了联名信 联名信表明 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的共同意志 也就是代表他们背后所有资本的共同意志 两党议员担心拜登政府向中国怀柔或者妥协 讽死他服染了空间 联名信强调美国国会的三大诉求 一是彻底全面的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问题 二是联合可以联合一切的力量向中国施压 迫使其接受二次新冠溯源调查 三是全面评估美国的生物研究项目 将第一和第二连在一起 就表明两党已经形成共同意志 不管科学结论就是极限施压 强迫中国背锅 大家不要被第三给误导了 认为美国议员的第三 是不是内部要调查德特里克堡这样的全球生物基地 并不是 美国国会纠结的 其实还是过去提到的美国国会攻击福奇的事件 美国生物研究机构过去十几年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之类的研究机构 都有学术研究资助项目 美国国会过去与福奇的冲突 就是美国议员要福奇承认他资助中国实验室的项目 来起了新冠病毒的早期研究 所以美国国会将调查全球研究项目作为第三诉求 就是想梳理 还有没有类似的项目 可以拿来作为甩锅的道具 美国国会两党领袖联明信 更加危险的倾向于 强调国会议员必须全程参与溯源调查之中 我们过去接触比较多的 是美国政府的一些反华言论与政策 作为执政者 他们还留有一丝理性 美国真正危险的反华政客都在国会 如果有这些人主导新冠病毒溯源 一定会在反华阴谋论的跑道上一路狂飙 在美国国会反华议员们 在新冠溯源栽赃中国问题上 开始强办夺权的时候 美国情报部门并没有闲着 美国政府的前情报官员 多人在不同场合已经公开承认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 2002年在联合国大会上 冤枉伊拉克的一管生化武器 就是类似洗衣粉物质 这一切都是刚刚挂掉了 美国土夫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策划 美国前总统不实受益 鲍威尔配合执行的 美国成功地用一管洗衣粉 在当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伊拉克政府配合国际武器机构核查 没有查出任何问题的情况下 美国依旧单方面宣布 从2003年3月开始入侵伊拉克 由此可见 美国情报系统 在总统与国防部长的授意下 利用虚假证据 栽赃一个主权国家是有传统技能的 20年后 美国总统拜登下达了相同的命令 90天内 要美国情报机构拿出 根本不存在的武汉研究所新冠起源证据 情报机构只能绞尽脑汁重新生产洗衣粉 美国情报部门这次生产的洗衣粉 依旧需要与反华媒体 谣言制造机CNN紧密合作 7月22日 我国国务院召开了新冠病毒溯源的说明会 这次级别非常高 代表我国政府的官方态度 在说明会上 我们一方面表达了世卫组织受美国胁迫 带有政治操纵的二次溯源 我们绝不接受 另一方面 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袁志明透露 病毒所有网站 以及包括石正丽团队在内的众多员工的工作邮箱和私人邮箱 受到大量恶意攻击 数据库正在研究所内部共享 当时 国内外媒体的主要关注点是世卫组织受美国影响的二次溯源计划 中国是否接受 以及全世界60多个正义国家向世卫组织发函 要求新冠溯源去除政治操弄 对于武汉病毒所被黑客攻击 在全球媒体看来 不过是美国老的惯常操作 无需关注 可是美国情报机构与反话媒体CNN 偏偏在惯常操作里玩出了新花样 前天CNN报道 美国情报机构正在挖掘一个基因数据宝藏 一旦破译 这些数据将可能揭示出新冠病毒的起源 多名知情人士告诉CNN 这一庞大的信息目录中 包含了从武汉病毒所实验室的病毒样本中 提取的基因蓝图 报道还宣称 情报机构正依靠由17家实验室 所组成的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的超级计算机 可这依旧不足以提供完整数据 美国情报机构目前 急需有足够技术能力 适当安全许可 和懂中文的科学家帮忙 会议这些由中文所写成的信息 虽然CNN用了惯常的不透露姓名人士的消息 这样的表述也强调 不知道情报部门这庞大数据资料的来源 可是结合武汉病毒所刚刚官宣的网站 与研究人员邮箱被黑客攻击 就知道美国情报机构 就是要全世界把两者联系在一起 美国情报机构被拜登90天期限比极了 要无中生有新冠起源证据 连黑客攻击亲密的手段都用上了 结合我国官方的通报 个人判断 美国情报部门 都用全球最顶尖的黑客技术 确实对武汉病毒实验室的正常研究数据 进行了部分窃取 可是他们窃取的合法研究数据 肯定是和新冠起源无关的 他们现在找科学家 特别是懂中文的科学家忙活的 个人估计是两个方向 一种方式 是将新冠病毒的初期研究 放入武汉病毒所的许多常规研究数据里 做成一个不起眼的项目 拿给全世界看 另一种相对高级一些 2003年以来 特别是2015年中东呼吸症之后 石正丽团队进行了许多新冠病毒研究 其中一些从蝙蝠等宿主身上提取的冠状病毒 与新冠病毒有95%以上的同源性 美国情报部门只需要修改部分实验数据 就可以将石正丽团队的正常研究 伪装的和新冠病毒的早期研究特别相像 美国接盖子的时间只剩十来天了 个人预判就是这两个套路 我们一定要凝聚科学家们的智慧 沿着一旦 对美国的虚假证据进行科学权威的反驳 同时 我们的国际外宣力量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 都要做好战前动员 要让我国的科学反驳内容 全面真实地呈现在全世界普通民众面前 在美国抹黑 甩锅 造谣后 进行澄清 科学辟谣 只是我们防手段的反制 可是新冠溯源舆论战 一位死守 只能是越来越被动 直到黑锅被扣到头上 压屎压死 我们的战略反击 现在就应该开始启动 既然美国黑客都已经对武汉病毒所 进行了黑客攻击了 中国红客绝不能停止探寻美国电子烟肺炎真相的步伐 2019年下半年 美国电子烟肺炎席卷全美国 大量的纠诊记录 大量的血液检测记录 大量的CT记录 全世界都有权知道真相 这些数据 我们官方当然不屑于窃取 可是民间正义之事 不具名人士 向官方提供的证据 为了全人类 官方也在调查 相对于电子烟肺炎遍布全美的医疗数据资料 美国德特里克堡关停的秘密 2019年7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安全泄露事故 只要红客针的尽力 是一定查得到的 我国官方多次见识德特里克堡 可是一直没有像美国政府那样 拿出武汉病毒所基因库这样的实锤证据 在国际舆论场是空洞而被动的 到底是美国黑客将德特里克堡的罪证 在互联网世界彻底掩埋 而是我国掌握的实锤 在未来进行终极反杀 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的十几天 是美国这一轮极限施压的决战时刻 为了让我国政府屈服 美国人已经发现 直接威逼政府 我们政府一定会强硬的顶回去 可是美国也发现了我国政府最大的软肋 因为中国政府害怕自己的人民 我国政府将人民利益 人民生命财产摆在首位 才会有不同于西方各国的抗议政策 因为将人民诉求摆在首位 因此政府部门的问责与处罚 也比西方各国严厉百倍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政府明白 直接对抗中国政府是无解的 接下来十几天 重点是调动民意 质疑政府 调动民意对抗政府 被压制一年多的 彻查武汉病毒实验室 问责武汉实验室 问罪石正丽的舆论黑口 一定会再次在网络爆炸 去年的投降派 道歉派 一定会死灰复燃 逼迫政府妥协 再次剖釜厌费 大家不要觉得这不可能 我举个简单例子 还要谁关注到 这个月接下来的十几天 除了是新冠溯源的决战 也是将来大孟晚舟案的 最后终极庭审 在接近三年的关注后 部分人遗忘之后 大家搜一搜 孟晚舟案件的相关评论 支持华为 支持孟晚舟的声音 风毛里脚了 评论区再次被 质疑国籍 质疑签证 质疑别墅的声音占领 仅有的几个爱国者 被侮辱为出不了国 却跪舔公主的吊丝 新冠溯源和孟晚舟案件一样 是旷日持久的博弈 正因为时间拖得长 官媒也喊话过几次 所以习惯狼来了的我们 对接下来半个月的处境 缺乏足够的警惕 请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 新冠溯源的决战已经来临 狼真的来了 拿好猎枪 警惕国内的背 这是没有退路的存亡之争